哈囉我是Scan 我們今天要來試駕的是 SLCOSA中的第二代 Hyundai Velaster 這台車因為加了N Performance套件 所以馬力上升到了275匹 車輛和賽道的模組 都是屬於韓國賽白賽所有 這條賽道是韓國的愛寶樂園賽車場 前陣子曾經有傳聞說 改建成一個自動駕駛的測試場地 所以這座賽車場可能以後就不會再存在了 不過去年又有新聞說 Mercedes AMG即將把這裡改建成 第一個海外的賽道 在動態物語的方面來說 這是一輛前置前驅的車 不過作者把它調的還蠻好開的 雖然不知道這個跟真車的差距大概有到多少 不過這個模組設定上的駕駛感覺 比較不會有轉向不足的情形 在過彎的過程中指向性也都蠻準確的 尤其在跑這種相對比較小的比較窄的賽道的情況下 也可以很順暢的通過每一個彎道 不過在跑的過程中 因為不熟悉賽道 所以蠻多彎道都有跑開的 應該全輪被磨掉不少 在內裝的部分呢 主機、音響、旋鈕、排廊桿 這些東西做的都還蠻細緻的 包含放用盤上面的每一個快播鍵呢 也都有做出來 在內裝塑膠的部分呢 這個地方本來就比較難表現出來 所以在車上看到的就是黑黑的一片沒有什麼質感的樣子 從這個視角看得出來最大的缺點就是 後照鏡裡面的畫面完全都變形了 這裡也可以看到這台車是純手牌的設定 不過因為我沒有離合器踏板 所以我只能用撥片替代我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繼續追蹤我們的專頁喔 把這座人 clue出現 還有按讚 稍後來的香檳 馬鈴彈 喜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